如果我真的這樣去 是不是會做好 我不確定 會不會做爛應該不至於 但是我會不會很快樂 這個我非常不確定 這個選擇是我大概人生的 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然後我也沒想到 我有一天會變成頭版人物 反悔的副市長 沒有 落跑 我自己講 我那個文章就說 我很抱歉 我這個是落跑的副市長 好的清潔 肌膚有感覺 安安你好嗎 陪你一起誠實的面對自己 我是哄婉倩Anne 澳美是全球最知名的 廣告公關行銷公司之一 而莊淑芬在她34歲的時候 加入澳美 沒想到花了6年的時間 就成為了台灣的總經理 而就在大家都覺得 她已經來到了 直以來巔峰的時候 她竟然做出了一個 讓大家都想不透的決定 就是主動升調去當時發展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北京澳美 甚至在最後 她真的還把澳美中國 做成了全球第三大市場 不過回到台灣 她比較知名的 反倒是 落跑副市長這個稱號 因為她當時 答應了台北市副市長的邀約之後 卻又反悔了 如果再來一次 她還是會有一樣的決定嗎 我們來到莊淑芬的家 你從澳美就是在台北 然後後來又去倫敦 然後又回來台北 然後又到北京 而不是去上海 比較相對發生好的地方 我相信你都有一些你的 理由 而且看起來好像 你都挑那種很難的 我自己通常是一個 急流永退的 就是你到了一個地方 那你覺得你應該 可以差不多了 但你覺得你自己 還有成長的空間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還是想學習 那在台灣已經太熟悉了 我覺得我應該換一個環境 然後挑戰自己 當然你說不會害怕 當然會有 因為也不知道大陸什麼樣子 只是公司因為有 有在大陸已經去了一些時間 只是說 就是說還沒有有氣候 就是說那個公司的規模 各方面都是還在成長 那我覺得你像那時候 我為什麼選擇北京就是說 因為上海做得不錯 然後我覺得你做得不錯 你去幹嘛 對不對 我不需要錦上添花 我覺得我一直都是比較 雪中送壇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應該去北京 北京大家都覺得 現在你確定你要去北京 因為那時候大家也覺得 那邊生活比較不方便 公司也比較 也沒有像上海那麼 We're established 但是各方面我自己的判斷就是說 那雖然北京大家講說 生活不方便 我說我又不是去生活的 我是去工作的 定位好明確喔 對 所以我就很高興的 我就選擇了北京 但很多人很訝異 我就是屬於那個台灣人 你如果問十個 大概有九個 九點五都是選上海 那所以是來自於 因為有兩種 一種會願意做這個選擇 一個可能就是 就是清楚分析了利弊之後 好那我可以承擔那個風險我做 另外一種就是拱大 就是我根本沒想到說可能 因為有什麼 我是前者啦 你是前者 對啦我沒有那麼拱啦 就是說你當然還是判斷 就是說我去到那邊 可能可以事半公倍 或者是事被公辦 對 那我覺得這兩個市場 我覺得我在北京 如果你做好的話 它的那個成績就是會很好 當然大好大壞 說實在 這是一個風險 那我覺得 人就是要 有時候要賭一下吧 你當然會對自己 可能有一定的自信心 相信自己可以接受這個挑戰 可是 難免會擔心說 如果我摔下來怎麼辦 那摔下來之後 會不會覺得沒面子啊 丟臉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個董事長總經理 然後到北京去 我覺得 我臉皮一直都蠻厚的 所以是這個個人特質要掌握住 對 臉皮蠻厚我覺得 也沒有什麼什麼失敗不失敗 人生就 我覺得會有挫敗 但不一定真正的失敗 那去了 那如果不成 我就再回來就好了 回家就好了 我想的 我想的很簡單 還有一個 我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 積極樂觀 這是別人告訴我的 那你覺得這個人格特質 是有辦法仿照的嗎 我覺得可以學習 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你去 觀察你的未來 就是說 我這個選擇跟這個選擇 你想想看 五年後 你做這個A的選擇 五年後你是什麼樣子 B的選擇 五年後你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那這裡面一定有一點風險 可是我覺得 當我們在做選擇的時候 真的 你踏出去 不會死的 你頂多再翻身 回來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工作選擇 也不是人生 不是生跟死的問題 所以 你只要覺得 你自己可以說服你自己 我A的選擇 我看到我未來 比現在好 你就去 就是說 你就去試 你不試不知道 那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不冒風險 雖然這個老話 就不冒風險 是最大的風險 對 人生就這麼短 對不對 那你可以 當你還有用的時候 你盡量讓自己有用 你實際上 不會去想太多 你的感受 你只會去分析 會發生什麼事情 OBOK可以介紹 就去做 我自己覺得 我是一個理性跟感性 我做個測試 一半一半 但是我也不會理性到 沒有人性 所以你在做選擇的時候 這兩個都要 你可能前面會 做一些分析 後來我 我自己 到最後都沉澱 就你 你想不想去 你想不想做 你喜不喜歡做 你會不會快樂 還有一個就是 我會問很多 朋友的意見 好朋友的意見 當然就是你重視的朋友 對 那其實我自己都已經 下了決定了 所以你就會 有些 有些人家的畫質 是來confirm 或者確定 所以我媽媽也是 她知道這個女兒 就是都是下了決定以後 再問她 她基本上 只能同意 對不對 那你剛好提到說 有返回的選擇 為什麼 當時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是指 有一件事情嗎 北市府 北市府徵招的事情 副市長這件事情 對 柯市長那個時候 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一開始是怎麼樣 接到訊息 然後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其實那時候是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叫胡琴芳 因為我 因為很多傳言 所以我要證明 那一年 2014吧 我母親是那時候過世 其實 人整個是很悲哀的 低谷 心情是很差的 有一天在 剛好在辦公室 那胡琴芳就打電話來 就說 Shannon要跟你講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 他說工作 有一件 有一個工作 什麼工作 我說你要給我工作 然後他就說 對 他們要請你去 當台北市 就是要提名你 當台北市的副市長 在講的時候 我剛好在喝水 我愛喝水 我都 就這樣噴出來 我覺得沒有不敬的意思 我就說我只是覺得 怎麼會想到我 我就覺得蠻好笑的 其實 我那陣子都笑不出來的 我接到以後 我就想 副市長好吧 我就馬上去找 公司一個 跟我工作很久的 叫宋志明 就是很久的一個夥伴 也是老闆 我就跟他講說 人家找我去做那個 做 我就講 都不知道什麼其實 對 然後他就 很好 他是那種 唯恐天下不亂的 他就覺得 很好 你應該去世 這個你以前 沒做過的 我這個人就會這樣 就是有什麼 那個選擇 那時候我大概都會 問一下朋友意見 只是這件事情 我心裡沒有定見 疑慮是什麼當時 當時我就覺得 第一個 我從來沒有想過從政 還有就是說 我當時會去談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媽媽過世 所以我心裡其實 就是很悲哀 整個人都覺得很悲哀 我就想說 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把我從那個低谷這樣 抓出來 那突然來了一個這個 我就覺得 也好讓我 讓我稍微 分心一下 分心一下 然後剛好又一個完全 跟我原來世界 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也很 怎麼講 也很感激人家 那時候想到我 說實在 然後後來我決定不去 我也是回來 親自跟 跟柯市長道歉 那原因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我那時候很不安 就通常你對一個 新的選擇 過往 因為也做過很多選擇 對 那你在選擇的時候 選擇完之後 我其實應該是快樂的 當然我想的可能太負面了 對 沒有想到好的一面 就表示說我對這個選擇 是有一點點不安的 對 那時候也擔心說 是因為我母親的關係 所以讓我想要趕快的 去做一些改變 後來腦袋比較清醒之後 所以媒體幫了很多忙 這些報導 就讓我在想說 我真的要這樣做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剛好回台南 然後晚上 住在朋友家 然後在那邊散步 走一走 我就覺得 我不要走 我不要去 但是心是很安的 是很安的 我做了這個決定以後 我好快樂 反而覺得很快樂 我覺得我好快樂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終於要 解脫嗎 對 覺得我要說不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已經說對 其實當時很多人跟我講說 先生你就跟著你的心 我就找不到我的心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人在迷惘的時候 對 你根本沒有 那個心根本不在 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後來我就 一決定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高興 從來沒有那麼 開心過 然後又覺得我恢復自由了 對 對 那面對著就說 怎麼樣去跟人家道歉 我覺得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 say yes 好像聽起來現在相對容易 因為say no更難 包含了你在 中國大陸的客戶都知道 哇這個我覺得 臉皮再怎麼厚都會覺得 那怎麼辦 對 後來決定no的時候 我想慘了 我在下子一定被罵翻了 對 可是我也沒想那麼 我覺得第一個 我應該先去跟台北市政府 當事者 尤其是offer我這個工作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courtesy 然後也是一個 一個抱歉 所以我就透過安排 然後我就跟他講 然後他有問我 說原因 那我就 我還是很誠實地講 我就說我覺得我還 不是準備好 然後我也猶豫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我不是 好像不是 沒有想過要重振 然後我覺得我對公的領域 這一塊 我離開台灣又那麼多 十幾年 當然這些都是 好像是聽起來都是藉口 但是也都是理由 雖然我答應了 但是我實在很抱歉 很抱歉 那他當然 當然人家都很shock 對不對 當然也會有點尷尬 但是倒還好啦 因為他 柯市長也不是那種 傳統的這種政治人物 所以比較沒有太多官僚 反正 你不行我也沒有辦法勉強你 他就有點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猶豫 就不可能做好 對 那我說 我相信你一定找到 比我更好的人 這話一定要講的 對不對 一個說不定的藝術 後來我也想 我也跟他 跟市長講說 我覺得我在體制外 說不定可以幫你更多的忙 對不對 而且我的領域可能是 將來說不定你要 你會需要的 所以我現在還是 台北市智慧城市的 資訊委員 所以真的有幫助人 有 當然很多人 熟悉的人也會覺得說 我們也鬆一口氣 你不要去從政 不要被人家罵來罵去 不要被人家那個 就朋友就會覺得 這樣也好 這樣也很好 公司的人當然覺得 他們都叫我莊姐 在北京就說 莊姐留下來 那當然有的人少數 很少數 說你為什麼不去 應該去試試看 大部分的都覺得 relief 對 雖然有點看戲的角度 對 可是就覺得你不去也蠻好的 我一直到現在 碰到好幾個人 有些是台面上的人都說 沒去比較好吧 但是回顧到你前面 在台灣已經當上了董事長 然後你到一個北京 相對也是 對於你來說也是一個未知的領域 到這個北市府 我們不論這個是不是政治或不政治 它也是一個未知的領域 但是你那時候就有這麼大的勇氣 可是為什麼反而這個 這個決定沒有呢 我覺得跟我成長的環境有關吧 第一個就是說 我是台南人 對 那家裡從小 祖父爸爸都是說 千萬不要從政 對 因為他們都看過這些 二八事件 所以我大概從小就有一點點 所以根本沒有這個選項 就事業的這種工作的那個 從來沒有想到要去當公務員 所以呢 就是說 這是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不是誇領域 是一個完全 不在我經驗範圍內的東西 對 雖然是未知的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是那個 那個政治的環境吧 就是說我是不是這一塊料 我覺得 這稍微要自 應該怎麼樣 要有自知能力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了說 因為我當時 等於是家裡的事情 所以讓我會急著 想要脫離那個現場 如果我真的這樣去 是不是會做好 我不確定 會不會做爛 應該不至於 但是我會不會很快樂 這個我非常不確定 這個選擇是我 大概人生的 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然後我也沒想到 我有一天會變成 頭版人物 反悔的副市長 沒有 落跑 我自己講 我那個文章就是 我很抱歉 我這個是落跑的副市長 對啊 我現在有時候 還會被人家這樣講 對 那 就這樣 對 I am sorry 雖然這個不一定 親人過世 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 但是一定有一天會遇到 對 對你來說是比較近期的一個 比較down的低潮嗎 我們這個行業是一個 挫折不斷的行業 對 對不對 小挫折不斷 所以我們自己也訓練了一個 本事叫做 遇到挫折要恢復得快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可能 有些挫折一夜之間就好了 就你難過一個晚餐就好了 有些挫折你給你自己可能 一個月的時間 幾個星期的 有一個period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 死亡這件事情 道別這件事情 是一輩子的 對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那個 媽媽離開 對我的影響那麼大 你就覺得 好像有一塊東西 突然間空掉了 可是你以前都不自覺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親人的這種死亡 道別 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你沒有經過那個時候 以前我們在看很多這種 死亡的書 或者離別的書 你大概 因為都是別人的經驗 那這種 你自己的經驗的時候 你一定要 一定 你的感受 可能會 一輩子難忘 所以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那個狀態是怎麼樣 你就是回到家 就一直哭 不自覺的 不自覺的 所以一進門就開始哭 很多 就是很長的一段事情 我現在講還是會有一點 對 所以 就是說這個東西 大概每一個人都會碰到 就是 什麼時候你碰到而已 那我覺得我們都要學習 那我像我 開始現在就會有一些朋友 就 有的是生病 就離開了 或者是突然間 那個很年輕 然後就走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 這個東西是要訓練的 可是我覺得 永遠都沒有 你再怎麼樣 準備好 都覺得不夠 對 就媽媽生病 媽媽生病一段時間 其實你心裡 大家都心裡有數吧 就親人 可是真正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會 至少我都覺得 沒有準備好 就沒有想到這種 哀痛是那麼龐大的 對 那其他相形之下 你其他東西就 其實都 我就多覺得還好 離婚感情什麼 我覺得 比起這種 這種 這種 親人的死亡 對 我覺得都是 都是小 小菜 你有提到2008 那個時候在北京 大概五年了嘛 對不對 2003的時候去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身分 是你要把 各個不同的資源 整合 我覺得這非常難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 因為你領導者 好像沒有什麼 選擇 對 也沒有說我不會的這種權利 那你怎麼樣去把這些 整合在一起 然後當時有遇到 怎麼樣的挫折挑戰 因為我在台灣那時候 就把公司整合了 所以在台灣就有一點經驗 然後我又當過4A 台灣4A的理事長 那個也是一個整合 對 那個整合有時候 跨公司 跨公司 不同的公司 所以多少 在整合上面 我有我自己的 一套的想法 對 但是你要做這些 要對客戶發揮這種整合力 你人要先整合 對不對 所以我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我就說先把頭整合 所以你要建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 就是一個溝通平台 對 管理平台 讓這些Leader 都互相認識 對不對 因為你互相認識 你才會影響下面的人 對 所以我大概做了三集 第一集就是這些所有的總經理 我們有一個固定的一個會議 或聚會 討論事情 一開始的時候一個月 後來就90天 然後第二階級就中階的人 因為那時候北京有一千多個人 那我們就每季聚會 然後也是都是用workshop的方法 去討論一些事情 或分享一些事情 然後下面我就覺得要有一些那個 我們叫明日之星 就是說我們identify 公司有哪些人是很有潛力的 表現也良好的 那我們就讓他們也固定能夠聚會 對 所以我就先打通這些 建立這些 那個叫同儕之間 他們的有點刨責之儀 我只要對上面這一層就好了 但是我跟下面這兩層 還是有一些溝通的管 但是我不管理他們 對 我要管理的只有這一層 對 所以我一開始就做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第二 就建立這些平凡 建立這個過程不會很痛苦嗎 不會啊 他們要適應我 這就是要成為一個 成功女企業家很重要的特質 而且我當時也跟公司的那個 負責人就提比講說 你如果不讓我改變 我不去做一些變革的話 根本不需要我 我就回台灣就好了 那如果他們質疑你的能力呢 當然也發生過 我那時候 在經營管理就看很多書 剛開始當主管的時候 對 我看了好多書 有一天就看到一個書架講說 你要讓下面的人來評估你 反正過了幾天 他們就 我們就開會 然後就 那個叫什麼 亂槍射擊 我就想我有那麼差嗎 這樣講的那種真的是 我又覺得好不堪喔 我真的做得好差喔 這一講完 我還真的真的掉眼淚 因為我覺得我很用心在答案他們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沒想到 我就算心裡準備好的時候 一定會被批評 也沒想到說 這麼多負面的 然後我就在想 這個書上也都沒有告訴你 你接受這個時候 你心裡要有什麼建設 你會希望 希望說 他們會感受 對不對 我覺得人都會這樣 我後來就 這個教訓之後 我就開始降低期望 可是那時候 剛剛擔任主管 就好多理想 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就讓我心也比較寬大 就是你開始撐開嘛 你就發現 原來是這樣子 你就被迫 不管是被迫或主動 就你就覺得 你比較寬容 然後你知道員工本來 就說 一定會有批評的 沒有人喜歡被批評的 對 告訴你說他喜歡被批評 都是假的 真的 再寬大的人 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包括我自己 你說 你聽到批評的時候 你心裡還會這樣 還是會有感受的 對不對 那到了北京之後 有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就是金融海嘯 他們就要求我們 在大陸的業績 就是說那個成長 要去補那個 全球的 全球 然後亞太區 就新的老闆 新老闆就 對中國不太懂 就嫌我們說 你們中國做得不夠好 可是我們已經成長很大了 反正就把我們羞辱了一頓吧 然後大家都很氣 我那個CEO 那這些總經理 每一個人都很生氣 就覺得說 你們到底懂不懂 中國的狀況 那這個你們這裡 這樣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整個 全球的問題 對 我們這裡幸好 還有這個去補 讓他這個差額沒那麼大 可是他們覺得不夠 你應該最好就 還要補亞太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那一年 他們就覺得我們做得不夠好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達標 可是那個標是他的標 OK 然後他這個工作也是他們的工作 對 沒辦法 後來剛好第二年 我們那個全球老闆 就是他到了中國來訪問 他們就說 先生你應該一開始就要跟他抱歉 所以我們去年沒有達標 對 所以我就站起來 就說I'm sorry 我們去年沒有達標 然後他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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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an you don't have to say sorry 然後他就開始講為什麼 他就說 他就說其實中國做得很好 那這裡是Global這些 你們已經把中國的這個市場穩住了 我們已經很感激 就是說 那跟我們 那個主管 新的主管講的不一樣 對就是 所以大家現場都有點覺得 你看我我看你 我自己眼睛就有點紅了 就覺得很冤枉對不對 被罵了一年 結果總部沒有這樣說 對他還很欣賞 然後大家就覺得完全不一樣 我們那真的是 我那時候就很難過 所以在整個低潮過程當中 你那段應該蠻低潮蠻久的 那一年吧 一兩年 所以你都怎麼度過 我們大家會去談 因為這個委屈不會只有我 大家都有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比較 我可能在紓壓的方式 就是會比較個人化一點 像是什麼 看書泡澡看電影看影劇 運動 什麼類的書或影子 都有 專業的書一定會看 商界的書會看 有時候也有看小說 看最持久的就是推理小說 偵探小說 可是壓力在泄壓的時候 不是應該看一些不用動腦的嗎 好像有一個中醫師也是這樣講 那個不是更有壓力 我說不會 我每次看那個時候都放空 那運動呢 運動 那因為我是南部長大 所以我本來就好動 對 我固定運動 早上慢跑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習慣 從我離婚的時候 19 我看1998到現在吧 為什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運動 我會覺得我應該要稍微 走出去一點 就是稍微認分一點 然後就算喜歡了 為什麼因為早上 沒有人 對 然後空氣也很好 那我覺得可以讓我自處 頭腦也比較清醒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有助於你在 任何的大小挫折低潮 其實你有時候在挫折的時候 很懶得動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做不到 然後就會跟自己對話 就會覺得說 你去跑一下好了 你去走一下 你可能心情會不一樣 真的每一次都不一樣 我每一次經驗很差 出去回來就OK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有用 對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講 紓壓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 又可以幫助健康 又可以消除負面 就是運動 不管你做什麼運動 現在還開始做重訓 這是沒有辦法想到 一個澳美的 這麼高的女主管 這麼重訓 為什麼會需要 有啦 其實重訓很多人 訓練肌肉 就是說你其實年紀大以後 你肌肉會損失的 就是骨骼 你肌肉越來越少 因為它會萎縮 所以你重量訓練 就是增加你的肌肉 其實也是保護自己 對不對 還有一個 可能會比較年輕一點吧 不會一直瘦下去 接下來是我們的粉絲提問時間 當世界社會或權威告訴你 身為女性 你應該結婚以天 以夫為天 不要讀太多書 這從哪一個時代來的 你的專業能力不足 應該如何面對這種困境 難道女性就只應該 成為人妻人母 而選擇質疑發展 就是太強勢 無腦又無能嗎 難道女性不能擁有自我 並且被平等尊重的對待嗎 身為女性應該如何 而生於父權 社會中而不失去自我 從容自處 恭喜提問粉絲Niko 獲得由十八提供的 溫和洗髮乳一瓶 革命 答案是革命嗎 對啊 當然可以 你要挺身而出 可能很多女性 就是說像剛剛這位提問的 就是說她自己覺得她只有一個人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這種情形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是這種情形 比方說我最近參加那個女動協會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去培養 年輕的女性領導者 就鼓勵他們 然後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讓女性更有信心 我相信就是說 現在應該也有一些女性的組織 或者說像你這種網紅對不對 就是或者說像我在傳播界 其實女性蠻多的 我們如果每一個人都做好典範示範 他們會更有信心 然後我就是父權家庭的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可以做你自己 然後不要被這些刻板的印象 就是說社會告訴你怎麼樣 你就一定要做什麼 我覺得就是革命 然後就是叛逆 然後做你自己 真的沒有那麼難了 然後你也不會那麼孤單 對不對 請幫助 好 謝謝 先生非常謝謝先生 如何選擇 是我們一輩子都學不完的課題 那天在和Shannon的對談中 我笑稱她是澳美公務員 但其實攤開她的履歷 在澳美待了三十幾年的背後 是有著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抉擇關卡 因此我特別好奇她的選擇邏輯 值得學習的是 途中有別的機會找上門 有客戶想挖腳 甚至是如大家已經知道的 來自完全未涉獵過的政壇 台北市政府徵召 她總在第一時間持一顆開放的心 但是當理性與感性評估完 say no 需要客氣 say sorry 更需要智慧與勇氣 特別是已經答應了憂心生反悔時 我們時常在人情 面子 與心知所向之間掙扎 不過Shannon選擇當機立斷 勇敢面對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以及外人的議論非非 並且虛心致歉 對內沒有包袱 敢在員工面前落淚 對自己勇於承認挫敗 對外不怕被貼標籤 也因為這些累積 讓她能夠為自己的生命下 這樣的註解 高山不一定美麗 低谷也不一定黯然 安安你好嗎 陪你一起誠實面對自己